怎么办 那还要再比对,太麻烦了 所以怎么办呢 干脆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问到说 那我要怎么更新资料 也许我们这边可以产生一个按钮 将来一个按钮 按下资料更新资料的话 那他会把这些资料 也许就把它先删掉 删掉之后再从什么 从其他地方 当然以前的话可能是一个database 可能是一个什么SQL Server Oracle 或者Miseco等等的 然后再从他的那个资料表里面 把资料叫过来 OK 但问题来了 这可能你要架设Server 而且你可能要有权限 这个权限又不在掌握你在手上 所以你要跟Server端的MIS人员 你要跟他沟通 我要把资料放在那边 然后将来我再从那边抓之后 如果你要再更新 你要再请他再开个权限给你 那是非常麻烦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后来我发现 其实如果你不要从database的话 那其实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从云端就好了 有没有 那这个云端的话 当然有很多种云 现在有公有云有私有云 那当然如果你们公司这种资料 比较不牵涉到机密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放在公有云 比如像Google的 或者是什么 Apple的 有没有 或者是微软有OneDrive 有没有一堆 那他都可以提供给你什么呢 免费的去使用云端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data放在那个云端 我更新那个云端上面的那个试算表 或那个资料表好了 然后更新完之后呢 以后大家都去抓取那个资料来同步就好了 那这样就单纯了 OK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其实其他还有像什么Armaron 或者是其他的 现在云端已经非常普遍了 甚至还有什么File Base 云端之后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如果我要简单一点的话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身边 第一个 应该大家都有用Google 应该一定会有Google账号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怎么 利用Google里面的什么 云端硬碟 OK 应该都有 第二个的话 请你怎么样 干脆就先把那个云端硬碟打开 改向我这边云端好了 然后我就直接先在这边 也许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也许 跟你讲 应该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 也许 我这边就是 也许给它一个名称吧 我加一个TEMP 暂存档 暂存的资料夹 那我接下来 我可以打开它之后 把我的四算表丢上去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 我先产生一个 云端上面要有一个资料表 那我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或者你用上传也可以 不过特别注意 你在上传之前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检查一下上面的设定 有没有打勾 OK 那这个地方是建议 就要先把它打勾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它传上去就以SEL档 但如果你打勾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成Google四算表 那将来我们要做同步的话 要把它变成云端的四算表 就一定要先转换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先把它 一先在云端上面产生一个空白资料夹 二的话你就先打勾 再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当然你可以用拖拉 我先用拖拉 按右键你可以上传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它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帮我把这一个四算表 特别注意 它是帮我把这个四算表 丢上去之后它要做转换 转换 这边的话是以SEL的四算表 传上去因为我这边有打勾 所以它已经变成Google四算表 那是不是Google四算表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 我是建议这个不要做错的话 应该就OK了 因为我怕有些同学对这个不熟 会产生错误 那最大的差别 你会办法图示 这个是Google的 刚好十字 那叉叉的话就以SEL 那如果你把它点开来 如果长这样子 表示你没转换 那你可不可以再转换 可以再转换 不会很麻烦 那如果你